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安全教育 有關於機車 機車裡面有一些應該要做日常檢查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個影片 真的怕死人 還好最後沒有人受傷 但是很奇怪耶 機車的油門線為什麼會卡住呢 哦答案就是因為大部分的摩托車 我們都停在外面嘛 所以風吹運曬雨淋 他把手裡面的鋼索就嗅到了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發現騎摩托車的時候 你的油門好像越吹越緊繃 這就是一個警訊哦 而且如果騎車騎到一半 突然發現油門線卡住了 應該怎麼辦呢 千萬不要慌張 來看我們的報導 教我們怎麼做 今天就要騎到一半最怕的就是發生 油門線 游游卡住 意外接踵而來 現在長期日晒雨淋 最怕油門線震水 暴距首巴裡面的剛鎖石秀 結果誤談不得 這就是卡油門的 意外雨淋 就從這邊一直連接 哦 從下面到 連接這個畫的去 這條就流線了 然後正常作動的時候 吹油它就打包 新車油門線通常比較東角 結果發現油門線越來越緊快 還有動作就是油門線 就是油門線 就是油門線 在吹油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緊 沒有像性能那麼碎 會變緊 就是差不多油門線 就應該要做燈碗的動作 民眾最擔心的是 車子騎到馬路上 快發現油門卡住了 怎麼辦 第一 先控制圈不方向 第二 按煞車 也不急撤 再慢慢爬向霧面求救 第二 油門線就不會 卡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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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請問一下 現場的同學喔 你有騎機車經驗的同學 舉個手好嗎 哦 好 欸 請問一下你們滿司法的嗎 請問一下你們滿司法的嗎 有啦齁 哦 那都是有騎機車經驗的同學 不有合格的駕照 好 你剛剛看到那個機車騎士有沒有 欸 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油門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第一個主題要講的是 油門 來 油門轉向 首先大家要先認識油門在哪裡 還有怎麼去操控它 好 第一個問大家是 你們知道油門在哪裡嗎 你們知道 好 那位同學 左手 左手嗎 好 敏感同學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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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是油門 我們看一下 油門這位同學 老師 我左撇子 一樣在右手 我不會為了你把油門裝到左邊去 好 我們先看油門 在右邊的把手上面 好 那我們先認識油門有幾個構造 你看得到的 有一個叫做轉動油門 你剛剛在看那個影片那個師傅的介紹 我們要把整個那個底下那個裁出來 然後油門間隙 油門間隙我等一下再介紹 最後一個就是油門線 油門線它是往下牽到這個油門地方 來看一下 先看這裡 油門把手最左邊就是我們在轉那個 用右手轉的 那這個是油門的一個內管 最後這個就是這個是管路 管路這個向下延伸到底下 這個是油門管路鋼索 這是整個套件 那當然同學 我們不可能自己每天在那邊檢查 對不對 我們也不是修機車的師傅老師 也不是我不太懂對不對 那怎麼辦 剛剛影片中說 你在轉油門的時候感覺有點緊 就差不多是要去找那個 機車行幫你檢查的時候 好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機車的油門轉向對行駛安全的影響 那剛剛影片中說 有的人就跳車 通常你真的不要跳車 跳車真的很危險 那煞車的部分 因為我們汽車 同學如果你有看過爸爸媽媽開車 汽車他是可以坐在椅子上 煞車是用腳踩 可是機車不同 你轉的時候你的煞車是同 就是在油門旁邊 油門媽媽還有的是可以這樣子 把它握起來那個叫煞車 所以控制的時候就是不要緊張 如果油門真的卡住 好 慢慢的就是把那個煞車抓緊 好慢慢去慢慢到滑到旁邊去 你不要就是很緊張 好然後就是 油門這樣催下去 就一直往前撈跑出去了 好 來 這邊 你想一下平常啊 你在家裡你會不會就是 會去檢查機車 還是你出現問題才發現說 我這個機車今天早上騎床 沒辦法發動了 或是說 欸像剛剛那煞車有點問題了 在煞車感覺不太不太 零工的形容 等我要煞不住的時候 你才會去機車行 那是錯誤的 就是平常平常你就是 要稍微有一點嘗試 知道說欸 什麼時候我的油門可能是有問題的 好那如果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的機車速度 跟方向操控的裝置故障 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很危險 因為油門它如果暴衝了 也是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今天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機車行駛的速度 跟方向是用什麼裝置控制 當然你知道油門它就是像 我們像就是身體這邊轉 轉的越大力 它就是油給的就是越快 就衝的越快 那慢慢慢慢的放慢 它就是速度的放慢 那第二個就是機車速度 跟方向裝置故障有什麼問題 大家往下看 這個剛剛老師有講過 就是油門的控制機構的組件 有三個 一個是把手 一個是套管 最後一個是鋼索 這個是一套的 那這些組件它會因為我們的 長期你去曬太陽啊 或者是被雨淋啊 機車嘛都會在外面 或者是說在行駛過程 有一些磨損 或者是潤滑布兩根卡字等故障 所以它沒有辦法就是很正常的加速 或者是正常的加速度 或者是正常的怎麼樣 去剎車 那會有一種叫做暴衝 你常聽人家說 我的機車暴衝騎去撞著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剛剛我們已經看過了 就是在複習一下 有三個組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暴衝 會突然暴衝呢 其實車浪的老師和他一看到這個畫面 他就判定是油門先壞掉了 因為正常來說 好他說暴衝喔 油門壞掉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師傅一看到這個油門的問題 你吹一下油門再放開的話 這個手把他會自動轉回來歸位 車速也會自動的變慢 但是油門線如果壞掉的話 你車把一轉過去他就回不來了 讓機車是一直處在加速的狀態 才會發生暴衝一彎 劉美這一機車竟然實行暴衝 到底怎麼回事 專業的機車事務 一看著渠道問題在這 好那你看如果暴衝 如果說旁邊沒有車就算了 像剛剛那個機車騎士 他就這樣甩車了 如果旁邊又有車子 他就更危險 所以暴衝真的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我們車廊的半端應該是油線卡住 油門線沒有辦法歸位 全部是油門線 拆開車殼 讓你看得仔細 這是油線 半正常的話 一般正常的話 這邊不會故障 一般的話到庫子上面這邊會卡住 這條黑色的油門線 從機車右邊把手 向左穿越內部 沿著機車的左邊往內延伸 連接撈泡油器 牽動引擎 好來各位看一下我們往回一點點 好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油門線 他是這樣子走 從你右手轉油門的地方 好向左延伸一直往下 到這個地方這樣子一圈 這個叫油門線 牽動引擎 用手法一轉 油門線就會帶動化油器 讓引擎轉動 正常來說趁一下油門再放開 手把會自動轉回來 好有騎過機車的同學 應該有那種經驗 就是你這樣子 像油門就去加速之後 你把它放開 他的那個 把手應該要回到原來的位置 而且你的車的速度也會越來越慢 那當然就是 故障的時候 卡住的時候就不是喔 他就一直加速喔 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油門線壞到的話 手把會卡卡 無法回位 讓機車主在加油狀態 就像這樣 有辦法減完 對位 就是沒有辦法減速 對沒辦法減速 手把轉過來 機車就會不斷往前報仇 問題就是油門線說壞就壞 那要怎麼預防呢 油門感覺在吹的時候 會有緊緊的動作 好你油門在就是 吹那個油門的時候 你已經感覺有緊的時候 這個就是有危險的徵兆儀喔 就盡量掃機不要緊 到車子去檢視環桿 雖然更換油門線頂多450到550元 但工程麻煩大約要四五十分鐘 等先把車殼幾乎都拆下來 就把油門線穿進機車內部 這條線不只輕動化油器 也輕動有的行車安全 下次騎車嫌先轉一轉手吧 太緊太卡就別騎上路 好那之前還有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油門他在轉動的時候 他就熄火 熄火他忘記歸位 然後可能也卡住 結果就是第二天他要來騎機車 一開鑰匙 哇機車就衝出去了 所以說這個都要非常的特別的留意喔 好我們往下講 好剛剛有講為什麼會暴衝 我們來規論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 好專家說一般的車輛暴衝 他不外乎就是你誤轉油門 就是你突然轉太快 或者是緊張轉油門 而且你沒有抓緊煞車 他就衝出去發生意外 不過有少部分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就是油門線老化 他那個油門線持效造成故障 但是騎機車跟開車真的不一樣 遇到暴衝沒有辦法一邊把車子 滾下來又一邊要熄火 不可能因為你手抓住這裡 怎麼可能還有另外一隻手 可以去把那個鑰匙關掉 所以喔 在騎之前就一定要先檢查車況 然後你不要想說 每天出門就這樣子騎 就是稍微檢查一下 比較不會有危險 好 這個是油門的轉向定期檢查 那包含有五大項目 第一個是油門操作 剛剛那個新聞裡面 是不是卡住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自動回覆 因為卡住了 第二個就是油門握網 部罩 再來是油門的遊戲 好來 我幫你們把油門遊戲 去網路找一個圖片 讓大家看一下框起來的地方 這個間隙如果變大 就是往這邊 那間隙如果變小 就是往這邊 那是可以轉動去調整的 好再來轉向 第四個轉向把手中立位置 是不是他沒有資格回到原來 固定的中立位置 那第五個就是轉向的把手 轉動是不是很順暢 好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定期轉 就是檢查會有哪一些項目 那可能你是也是騎到機車行 那你大概自己了解一下說 故障的前兆 好 第一個 油門轉向定期檢查 鑰匙一定要關掉 你不要鑰匙開開再來檢查 那就衝出去了 慢慢的把鑰匙先關掉 都是熄火狀態 把油門把手轉到底 過程的時候 如果發現它是很順暢 那是OK 我一定卡卡比較注意 好 鬆開的時候 這個很重要 鬆開的時候要回到原來的位置 如果不是回到原來的位置 也是要去找那個實物檢查一下 好第二個 在油門轉向定期檢查的第二項 就是油門的油隙 油門的油隙 用拇指跟食指去扣住油門的一個 就是過法的最後面 然後輕輕的轉動到沒有間隙的位置 然後它是說建議大家用那個筆畫一下位置 好 那看一下 這個兩個如果 間隔差不多是0.5到0.8 你就大概抓這個距離 鬆開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OK 那回到原來的位置就是這樣子 向右就是向前轉跟向內轉 我們機車馬向神體轉跟向外轉 不一樣 這樣子 自己檢疫的一個檢查 好第三個是把手的檢疫檢查 機車鑰匙一定要就是關掉熄火 兩隻手一起握住這個把手 讓它在中間的位置中立的位置觀察前輪 注意現在看前面的輪子是不是直行的 如果歪歪的偏向一邊就是異常 這個很好 很好那個判斷 你就是先轉 然後看一下輪子有沒有正常 這是第三個 好第四個 就是要檢查 他的把手可不可以很輕鬆的轉動 如果可以向左向右都轉到底就OK 如果沒有辦法向左向右轉到底 再來如果有異音就是有奇怪的 Key 卡卡的聲音 也是差不多就是要檢查了 這邊有一張這個檢查表 那個在我們的回饋單有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回饋單 好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小小測驗 就是今天我們上完課的時候同學回家 老師有發給你們一張這個學習單 你們去檢查一下寫一下 然後呢我們下次來我們可以做檢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油門控制的幾組件 有哪一些剛剛有講過 再來就是說 油門在做動作的時候 不需要還是需要關車要石 你自己想一下 第三個 檢查油門的游戲的時候 用拇指跟石子扣住油門握把的末端 是不是然後輕輕去轉動到沒有間隙的位置 記得間隙如果向前轉的時候 它最後會有差不多0.5到0.8的一個位置 的一個空隙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 機車駐車是不是應該要有需求不同 所以有分什麼 這個是下一個男友要講的 所以前瞻題我們剛剛已經都講完了 那第二個 油門檢查的五大項目 剛剛老師都有講過了 就是五大項目要注意一下 那你就是回去把它寫出來 就是剛剛我們課談有講的 那個 好那五項 好這邊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叫做油門的檢疫檢查 那你可以回家檢查家裡的機車 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機車 家人的機車你可以幫他找我 就是健康檢查一下 第一個先檢查的是油門操作 是不是正常 轉動的時候 全程都非常的順 那如果檢查是OK的 你就勾正常 有一點異常就勾異常 好那放回去的時候 它是順暢可以回到原本的位置 一樣是正常異常勾一下 第二個就是握把的部分 握把喔其實是不是有外觀正常 或者是沒有鬆動的現象 我知道現在喔 同學這個年紀都很喜歡 你知道嗎 在握把那天加重一些可愛的 或者是很自己覺得很酷的 其實那個是很危險的 握把呢 你最好是維持原廠的 然後呢就是去檢查是外觀正常 是不是有必順啊裂開啊 或者是有鬆動 鬆動的療環 因為有時候你在 加速油門的時候 他如果鬆動 變成你抓他的時候 你轉的時候他沒有反應 這也是很危險的喔 好再來 你的握把遊戲 是不是0.5到0.8 你就大概抓一下那個 就是距離 就是跟我們剛剛看到同影片 差不多這樣子喔 好再來 轉向把手的一個檢疫檢查 中立 好 就是你在轉向的時候 如果是中立位置的時候 你的輪子是不是朝前面 好 朝前面我們看前輪 不是看後輪 好那轉動 如果向右轉到底 好或向左轉到底 我們的那個方向 就是那個左右 你的那個有那個 把手握住 向左向右 輪子是不是會 就是很順暢 到左 或是到右 如果卡住就是有點異常 這個我回家做一個小檢查 然後下次再把那個 就是學習單一起帶過來 好 好 我們現在講第二個單元 好第二個單元 我們這次來講一下喔 這個機車喔 我們要停下來是一個學問對不對 第一個要找到停車位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大家現在都住張的話 好 如果你到都市去 好我們要停車的時候 他就必須停在格子裡 你如果是隨便停 可能你去看個電影回來 機車不見了 好 那停機車的時候呢 就會講到這個 駐車的一個腳架的問題 好 第一個單元來講一下這個駐車腳架 好 好我們先看一個影片 駐車的一個檢查 來這個也是非常驚險 其實每次看到摩托車 發生意外的那個影片喔 大家都會覺得捏板了 你看為什麼 人家常說機車就是肉去包鐵 那我們開車就是鐵包住肉 好那所以常常這個駐車腳架 我這次在做這個課程的時候 看到一個女騎士 就是駐園嶺而已喔 他小腿跟那個駐車腳架插成 我覺得很鮮心喔 我們看那個 我們先看這個就好了 忘記收機車腳架 好怎麼叫機車腳架 我們來解釋 就是我們要停車的時候 有兩種 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主播透過畫面 可以看到消防隊員們 跨過大台水溝的護欄爬下樓梯 好來來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CPR 昏迷了啦 為什麼昏迷 這個機車其實是騎到這個坑洞裡 好你看喔 就是有沒有 直接騎去撞那個護欄 速度非常快喔 車速又過快 導致左轉的時候 整台車卡住直接衝撞路邊 好為什麼會卡住 因為他的那個側腳架忘記收 所以向左轉的時候 因為我們側腳現在在左端 所以他向左轉的時候 他就那個腳架就卡在那個馬路上面 他整個當然就是噴出去 整個人是跌落三米深的大排水溝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問 這個警察人家會接到的好 我們剛剛接到的好 我們到現在這時候就是機車招架 情況應該是側旁 對 警方表示因為防新男子的車速過快 又加上機車的腳架忘了收 才會無法順利左斜直接撞上護欄 还有脚架检查的重要性 好来为什么要就是检查这个脚架 第一个就是机车的驻脚架对行驶安全 你刚刚看到就那么危险 然后就是脚架的一个工作状况 然后要知道我们要怎么去检查 第三个就是透过检查 然后让我们自己有检查的一个 简单的小小的能力 就是不一定什么都是要到机车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自行车跟机车都是靠这个脚架 可以把它固定好 那你各位同学 你看他这边有两台机车 左边是停的有点側边 对不对 然后中间这个是可以立的起来 所以脚架有两种 一个是侧脚架 一个是这一个脚架 那如果忘记手会怎么样 你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是非常危险会卡住 有时候你不是卡自己 有时候你忘记手 你可能是用到别人 也有可能 好 好 来我们先来看这张图片就很清楚了 侧脚架就是 刚刚老师给你看的左边这一个 这个是侧脚架 然后这个是主要的脚架 主要脚架是把整个机车可以立起来 那有时候我们会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你有时候看的汽车的机车广告 他会说这个专门为女生设计的 为什么 他说这个脚架就是轻轻松松 就可以让你把这个机车立起来 不用太非力 所以说主脚架在架的时候 是要有点诀窍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影片 他会教大家怎么去把那个脚架很轻松的立起来 好 那侧脚架有个问题就是你停车是OK 没有问题 但是你发动你要骑机车有的人就是忘记收 就忘记收 所以要特别注意 好 来 机车因为我们停车的时候啊 所以有时候会需要侧 有时候需要组 那通常是有人觉得说 哎我侧侧脚架来停很轻松 我就不想要把整个车子搬 我拿搬搬起来立起来 所以呢 侧脚架来是蛮多人使用 但是如果时候老师刚刚讲的 你在都市里面去停车 那个都是有停车格 一格一格 你如果每个人都用侧脚架 那你的那个 你的照后镜就会卡住对方 人家那个位置就画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格格不入 你停不进去 所以呢 你去在需要就有画停车格的地方 你可能就必须要用到左脚架 好 那第二个 如果你没有保养他 你没有定期检查他 他的那个转动走因为脏掉了 或者是润滑油不良 就是说太干了 没有办法回拉 所以异常甚至变形 这个都很危险 让你在停车的时候会倒下去 或者是脚架收不起来 就是会造成这个危险 好第三个 行驶期间如果摩擦到路面 我们刚刚看到会勾到了异物 对骑乘的人 或者是旁边的人 旁边的骑摩托的人 或者是旁边的路人 都很容易造成事故 所以定期的检查注射机构 就是驻脚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他的脚架 会刺进小腿 非常非常的害怕 我们看一下 没时间早用 下来 19人员赶到车步现场 带来各式的破坏工具 想办法要把受伤的工人和机车分开 但是直径机车的支架 深深的刺入工人的右脚腿外侧 19人员正好拿出破坏剪 要剪断支架 好来各位看一下 他为什么要先把机车解体 因为那个脚架还刺在一个工人的脚里面 不能一把把 不然就整个机车上救护城 不可能 他有打马赛克了 所以能不能够 感染状况之后 19人员拿一张告示板 遮住大家视线之后 开始剪断支架 一边的救护人员则 忙着为伤者打点滴 而警方看来伤者 音识相当清楚 也连忙为他进行酒策 现场只见受伤工人相当镇定 但是和他发生擦撞意外的女骑士 反倒好紧张 这个女骑士就是那个 跟这个 跟这个受伤工人相当镇定 但是女骑士没有事 反而是工人就是她的脚枝 被那个女骑士的脚架刺穿 她的脚架刺穿了 她的脚架刺穿了 她不是擦到我那一个 对 我很难心她就有死 因为 我想说我没死 她应该也没死 但是没想到 她就很好擦 她的脚架 她是个人的脚架 反倒是工人被女骑士 你刚刚有看到 稍微回去一点 让同学看到 她那个 支架是有点点 然后 下方 但是她没有事 反倒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刺出去 是工人被女骑士 机车下方的这个支架 只会突出来 黑衣之力的支柱 直接刺进了右小腿 19人员 将工人送医时 剪断了支架 还刺在她的小腿上 还好 会没有实力危险 公司新闻 吴玉京武建议在高雄报道 所以有时候 那个脚架 有时候 都会让别人 因为这样受伤 你看那个女骑士 也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怎么样 很紧待很内疚 因为她自己没事 所以 助手脚架 真的是要好好的 把她保养好 好 我们往下看 这一个 我们要讲的是中间的中柱 他不会伤到鼻子吧 是金河先生 金周开与财讯发行人 以及财信传媒董次长 上个月被查住 好 可以整天 好累喔 好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脚啊 滑进去的 那个 空隙里面 卡住喔 正基金 提升 浮体力 迅速甩开 皮肥的自己 好 等一下 好 好 好 这个往下 可以你的脚都出来了 因为很苦力 好 可以吗 好 大家介绍一名女子不要轻 大家看一下 不要小 这个女生 她的脚 卡在我一个地方 痛苦 她的右脚卡死在 机车中柱 好 怎么样 机车中柱 老师刚才 你看那个 立起来的那个 中柱 中柱 中柱的那一个 一高 那10公分 她这个 她的脚 下距 她就起来了 好 好 好 来 那个 消防队员说 欸这个没法到啦 救援 你请那个摩托车 订了人 才有办法处理 因为她不是专业人士 行不通 会商道 赶快快叫附近机车行 来帮忙 痛痛痛 痛痛痛 想把零件 轻开 但一点点震动 脚也会痛 徒手不行 只好上工具 好 好 好 可以 十块 超牛 折腾了快二十分钟 女子重温姿势 维持太久 消防员先扛她 坐上机车坐垫 没办法了 只能破坏 火花四件 机车行老板一边用切割器 救护员B&T女子 淋身体实验水 脚痛苦的那一刻 女子简直快哭了 终于得救 然后右脚卡死痛太久了 女子连站都无法 救护员干脆扛她上单价 事发就在台中中心路上 幸好二十六岁的丁信女子 送医检查只有皮肉伤 但她脚到底是怎么卡进去的 一般来讲的立中柱 利用杆档原理是可以很轻松的立起来 但是呢 这位小姐她却呢 用身体的力量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姐她是用反方向去立中柱 所以就卡住 反向一踩 结果脚进来卡在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子中柱的那个脚 卡在这个机车的机身 跟这个中柱中间 所以不要用自己创新的方式 来停车 里面 她身体都给你压 她就叫我滑进去 整个加四了 女生力气小失利点错误 才会一踩 脚滑进中柱和机车之间 整个加四 她就是失利点不对啊 你看我穿这种是拖鞋式的 我还可以很简单把它拉起来 丁信女子应该也没想到 踩个中柱竟然也暗藏危机 度过一场景 好来老师让你们看一下 像刚刚就是你在读室里面 停车整个都很满 你看这样子车子并排的时候 你不可能每一台车都让你停的车停 车主车的那个助脚 所以说停车也是一个学问 那机车保养更是一个学问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 发的那个学习单的下一个单元 我先把最后面这边把它讲完 好再来写学习单 好来注册的一个脚架定期检查 包含有哪一些三个 第一个你的注册脚架 脚架不管是侧的或者是中柱 会不会有变形或者是裂痕 通常那个会发生危险 大概是第一个是你忘记 迷糊忘记踢回来 第二个是他已经变形了 你怎么踢 他可能就是还是会跳跳 就是没有办法怎么服贴 那你会导致别人的那个腿 会受伤 好第二个 转动的时候有没有顺畅 没有去摩擦到其他的肌腱 这个当然就是要稍微用眼睛看一下 然后不是用感受的 第三个就是转走 有没有生锈 因为我们通常激色 其实在外面都会淋雨 刮风下雨然后日晒 然后都会很容易生锈 那生锈之后是不是有适当的润滑 那不要只是卡住 如果真的是你的那个脚架 真的太老 就建议你换一下 因为那真的是很危险 好那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 然后刚刚那个小姐 那个注册的时候 他把脚反反方向 我觉得很容易一直卡在里面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注册脚架如果没有定期的润滑 你看左边跟右边图片 就有很大的差异 右边这个都生锈 这种大概也是没办法 就是这里关节这个地方 它就是因为生锈会卡住 那也会影响到你的使用 而且会造成伤害 这个是注册脚架的定期 因为我们眼睛看都知道了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这里有一台摩托它倒了 而且倒向另外一边 这个就是注册脚架有一点点已经松动 而且它已经老旧了 所以呢它就在主人停它的时候 它就有点倒下去了 那有时候你看撞到隔壁这个是电动车 你把隔壁都要不要贴 所以你还是把它检查好 然后不要让自己的车子摩托车 去伤害到别人 或者你骑车也是很危险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注册脚架的一个定期检查 注册的主脚架就是那个中注 它正常的说明是像这样的收起来 那你看一下右边这个有点问题 它已经翻到外面去了 这个就是有点故障 那翻到外面有什么问题 你骑车的时候勾到别人 那你也是自己会危险 好那定期检查就是你要就是停车 像我刚刚第一个单元 不是说要检查油煤 一定要先把药匙先熄火吗 不然它会冲出去 那一样你要停检查这个注册脚架 也要先把车子停好 选择一个非常足够的空间 可以让你好好的检查 不要就是路边停车就那边好检查 但是很危险的 那使用主柱车脚架就是这个中立的这个 将机车把它架稳固 再来就是用手把侧脚架是这个 向左这个侧边的 用手把它拨到底 拨动的时候应该要很顺畅 不会卡卡的也不会有奇怪的声音 当然我先默测如果 三声 那就是一个很严重 那这个如果像这个还看起来外观还不错 就是看看是不是拉下去的时候会很顺畅 没有奇怪的声音 第二个在底端的时候去用眼睛看一下 侧脚架有没有变形 有没有磨损 或者是用手去摇这个车感有没有松动 好第三用手把侧脚架向上拨的时候也是一样 顺畅都一样拉 拉下来很顺 推上去一样很顺 这个才是OK的 第四个用手去摇侧脚架有没有松动 松动也是有问题 太紧卡住松动 这两个都是不行的 好 再来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 侧脚架的清洁 还有这个润滑情形 用目视的用眼睛看 侧脚架的转动有没有干净的 而且有就是适当的清洁 跟适当的润滑 那左上图就是这一张图 他需要清洁了 没有划来就现在进货 就是不高很多 再需要润滑 需要润滑 应该要到机车行处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底下这张图 他的主脚架 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主脚架 就是中立的这个中柱 他的转走机构也是不够完经 而且也需要点路滑油 所以也是要到机车行去维修 好再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作用 好刚刚是看外观 好我把车辆向前推 让主脚架收起来 让前跟后的车轮着地 那用侧脚架来停车 我向第一左上角这个照片 确定他可不可以稳稳的停住 好用手去摇 跟检查这个主脚架 有没有松动 直到主脚架向下摇 直到碰触到地板 过程中一样顺畅 没有奇怪的声音跑出来 这个才是一个检查的正确流程 好一样 我们这里有一个检查的一个表格 回家一样 用你家里的摩托车来当做一个 就是检查的一个工具 看一下第一个先检查侧脚架 外观有变形 有你就等下勾一场 转动有没有顺畅 收起的时候会不会自动弹回定位 那转的时候有没有生锈 有没有适当的润滑 那侧脚架检查完就检查这个主脚架 那主脚架也是一样有没有变形或有裂痕 转动的时候有没有顺畅跟磨损 那收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自动弹回定位 最后一个是有没有生锈跟润滑 那同学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真的有异常我们就交给专业人士 但是在他有异状的时候 你要感受得到 不然你就是都已经坏到 你还其实去造成危险就不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是让同学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样先做好事前的防范 很重要喔 好来总结一下 机车的驻车脚架或组终驻 如果没办法回就是回到语言会 会导致到摩擦到道路会有那个事故 那万一你如果不幸发生事故 那就是机车构造没有没有办法保护到的话 你看看刚刚那个车子就被解体嘛 对不对不过那个是算是其次啦 人的那个安全性可是最重要 好那第二个透过定期的这个驻车脚架 或者是主脚架 我们要去改善他哪里有故障 我们去修好他就可以有效的就是 减少发生意外 比如说勾到义务啊 或者是去卡拉马路啊 避免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的这个回馈单 请你们回家就是完成之后 下周再带过来 我们课程这边再来讨论 然后来有问题的话 就是也是可以就是平常是提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课程都在这边 我们接着结论